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包括墨西哥新任总统克劳迪亚 现因鲍姆面临的经济挑战 他的任期刚开始就受到美国政治动态的影响 特别是特朗普的贸易威胁 让墨西哥的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接着我们将揭开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兹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的旅行真相 报道显示他其实是在内布拉斯加州 而非他之前所说的香港 这一发现可能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副总统辩论中的攻击点 最后副总统候选人沃兹与共和党参议员JD 范思将在即将举行的辩论中展开激烈对决 这将是2024年竞选的最后一场辩论 两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影响尚未决定的选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意志广播Deutsche Vella报道 墨西哥的新任女总统克劳迪亚谢因鲍姆 Claudia Scheinbaum在经济挑战中迎接她的任期 她的上任正值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时刻 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让墨西哥的低成本生产模式面临威胁 特朗普在全国大会上呼吁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 并威胁对在墨西哥生产的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前景变得模糊不清 尤其是在谢因鲍姆的前任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Andres、Manuel、Lopez、Obrador、任内、墨西哥的 JDP连续两年增长超过3% 贫困率有所下降 但它面临的政治风波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经济稳定 CNN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ls 关于他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的中国之行的说法遭到揭穿 尽管沃尔兹声称自己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在中国 但新进发现的报纸报道显示 实际上他当时在内部拉斯加州 这一矛盾在副总统辩论即将到来之际被揭露 可能成为他与共和党对手JD、万斯、JD、Vance之间的攻击点 沃尔兹的历史与中国的联系被共和党人视为攻击的目标 尤其是在他曾多次组织学生前往中国的背景下 沃尔兹的言论和经历在选举期间受到严密审视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 沃尔兹与万斯的副总统辩论即将举行 可能是2024年选举中的最后一场辩论 尽管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通常影响不大 但由于目前民调接近 可能会对选民产生微小影响 万斯表示他对辩论的准备工作并不紧张 而沃尔兹则在辩论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双方都在积极争取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在关键州的表现 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 Axios报道指出 2024年美国记者遭受攻击的数量 比2023年增加了超过50% 这主要与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有关 今年记录的68起攻击事件中 大多数发生在地方抗议现场 尤其是针对在大学校园内 报道战争抗议的学生记者 报告强调特朗普时代对媒体的敌意气候 导致了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攻击 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当地记者通常缺乏安全培训和法律保护资源 使他们在抗议活动中更容易受到攻击 此外尽管针对小型攻击的责任追究较少 但对严重犯罪的执法行动有所加强 CNN的报道则指出 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 将使美国的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记者面临的暴力和骚扰风险将进一步增加 报告强调 政治两极化 警察对记者的待遇缺乏问责 以及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的遗留问题 都是导致这种局势的原因 自由撰稿摄影记者 Amanda Andrade-Rhodes提到 1月6日的事件 是对民主脆弱性的警示 凸显了对新闻机构的信任 正在逐渐减弱 委员会呼吁特朗普和副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公开承诺 维护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 但截至目前 两位候选人尚未对此作出承诺 BBC的报道 关注到 工党政府决定 不为卡西门特公园的重建提供资金 以确保其在2028年欧洲杯前能够按时完工 保守党议员亚利克斯·伯哈特表示 如果他处于北爱尔兰国务卿的位置 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尽管前保守党政府曾承诺 为西贝尔法斯特体育场的建设提供资金 但新政府确认 由于资金不足 重建计划无法按时进行 伯哈特支持工党的这一决定 并表示在推进重建前 需要解决其他问题 他同时对保守党领导人 Kami Badenoch表示支持 认为他将为整个英国提供强有力的领导 Yahoo US 报道称 华盛顿的反垄断官员和支持者们 正在关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是否会继续拜登总统 对美国大型公司的反垄断斗争 反垄断问题在国家政治中 通常处于次要地位 但如今已成为白宫的主要遗产议题之一 拜登政府的主要监管者们 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包括苹果 谷歌亚马逊等公司的诉讼 预计这些案件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进行 哈里斯虽然对反垄断问题的表态不多 但他在经济政策计划中 支持了一些拜登政府的竞争举措 尤其是针对房东的价格操控和食品杂货合并的批评 然而 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沉默 引发了一些反垄断倡导者的担忧 在即将进行的2024年副总统辩论中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与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将展开对决 两位候选人都试图通过自己在中西部小镇的成长经历 来吸引兰岭工人选票 沃尔兹因其亲民形象而受到广泛欢迎 他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活动中 借助与当地历史的联系 强调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和支持 沃尔兹的受欢迎程度在民调中高于哈里斯、特朗普和范斯 这使得他在辩论中有望有效地为哈里斯的经济愿景辩护 沃尔兹的任务不仅是展现他与工人阶级的共鸣 还要阐明哈里斯政府将如何应对经济挑战 尽管沃尔兹在个人魅力上胜过范斯 但他需要在辩论中清晰地传达 哈里斯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方面的政策 随着选举的临近 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尤其是在这场竞争异常激烈的选举中 任何细微的表现都可能改变选民的选择 Yahu!US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与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将在2024年大选前的唯一副总统辩论中正面交锋 辩论将于晚上9点开始 持续90分钟 由CBS新闻主持 沃尔兹的主要目标是让选民看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主流形象 努力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奇怪 以此拉拢犹豫不决的选民 而范斯则希望借此机会对哈里斯进行攻击 改变自己在辩论中受到的关注度较低的局面 辩论的结果可能影响到两个党派的选民支持度 南华早报指出 东南亚国家联盟ACON 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前 必须制定应对复杂的美中关系的战略计划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当选 双方对中国的强硬立场都将对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ACON领导人将于10月6日至11日在老挝万象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增强地区的联通性和韧性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 近年来 ACON的信誉受到质疑 内部对缅甸局势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处理分歧加大 迫切需要在经济一体化 应对人道危机和加强政策协调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德国之声报道 墨西哥新任女总统克劳迪亚谢因鲍姆即将上任 但她面临着美国大选带来的经济挑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让墨西哥的低成本生产模式岌岌可危 特朗普甚至威胁要提高对在墨生产的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尽管谢因鲍姆的政府对未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持乐观态度 但由于司法改革引发的争议 已经导致美国企业冻结了约35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投资者对墨西哥的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德国企业也在密切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可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影响 使得墨西哥的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 Yahoo US 报道 吉米 卡特在进入临终关怀19个月后 庆祝了他的百岁生日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 作为第39任总统 卡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通过军事服务 外交努力和志愿工作等多种方式 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他2010年的回忆录中 卡特曾写道 我只有一生可活 我想以平民的身份生活 尽可能多地参与公共服务 尽管卡特自2023年2月以来 一直在接受临终关怀 但他依然希望能在去世前投票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卡特的孙子杰森表示 虽然他的身体状况有限 但他仍然情感充沛 享受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BBC的报道指出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五州 副总统候选人将进行唯一一次辩论 民主党由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代表 代表共和党的则是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辩论将围绕移民和经济等重要议题展开 BBC的事实核查团队将对候选人所提出的关键主张进行审查 确保公众获取准确的信息 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显示 随着疫情资金的结束 家长们面临着一系列儿童保育挑战 根据最新调查数据 三分之一的家长表示 随着疫情期间儿童保育资金的到期 他们的保育费用在过去一年中有所上升 调查还发现超过一半的家长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至少一个显著的儿童保育挑战 包括意外的提供者关闭和寻找保育选择的困难 专家指出这一切源于十年来的投资不足 疫情进一步暴露并加剧了这一问题 随着资金的到期 许多州的儿童保育系统正在开始退步 导致低收入家庭面临更高的费用和更少的选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就会联系 这些媒体的粘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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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